字幕提供 俗語有話,財不可以露眼 但往往巨大的財富 都是朝野禍端的根本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有時候太過表現自己的成就 反而會為自己帶來危險 如今網絡懸富的現象比比皆是 有些人懸吊自己的財富 目的就是表現出公仁一等 藉此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而這樣做的行為 雖然可能會令到他得償所願 收穫很多人的羨慕和讚美 但往往這些讚美的背後 更多的是妒忌 和成為不法分子的目標 就像今天案件中的男主角一樣 他男扮女裝的特別形象 在網絡上收穫了過百萬的粉絲 隨之而來的 就是受到廣告商 源源不斷的合作邀請 也因為這樣令到男主角 一下子實現了財富自由 但是凡事都有兩面 財富帶給男主角的不只是奢侈的生活 還有一場意想不到的環禍 那到底當中發生了些什麼 大家一起跟著吳Sir來了解一下 大家好 歡迎來到Z檔案 我是重案調查員吳Sir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案件就是 百萬魔紅原婦 被勒索兩百萬後遇害 案件中的男主角叫羅大美 原名尚尖鋒 1993年出生 二年三十歲 羅大美是河南南洋人 畢業於南洋一所戲劇學院 他在戲劇學院就讀的時候學習女星 畢業後也成為一名演員 在南洋文化工工作過一段時間 他經常都會在劇院裡面 客串各種不同的角色 而他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數都是女人 羅大美飾演的女性角色十分妖魅 而有一種特別的女性魅力 令人印象深刻 也深受觀眾喜歡 而直到短視頻時代的興起 羅大美開始男扮女裝 飾演古裝美女 他所發布的影片在社交平台收獲流量 他還扮演過白娘子在街上拍攝影片 當時令到一眾的路人都紛紛為觀 而他在網絡爆紅之後 羅大美在各大平台擁有接近300萬粉絲 但奇怪的是 明明羅大美不是女人 為什麼他會一時男裝打扮 一時又會留長頭髮、化龍裝、一身女裝打扮 原來羅大美就是靠著男扮女裝來吸引觀眾 從而收獲流量 到了一定的粉絲數目 最終靠賣貨又或者是直播帶貨去賺錢 2020年的2月 羅大美在抖音發布了他的第一條影片 那個時候的他就是穿著女裝去裝醜 從而吸引了很多觀眾瀏覽 從那個時候開始 羅大美就開始利用癡紅藍變的形象去發布影片 他假扮女性 令到網友猜測他的真實性別 從而引起話題 如果有人說他是男人 他就會說自己沒有喉運 如果有人說他是女人 他就不會正面回答 反而會問到 我是女人的話你信不信呢? 在之後的大部分影片裏面 羅大美都是化妝出鏡的 一開始 如果沒有認真留意的話 大家都以為他是一個美女 但只要他一開聲說話 就會知道原來他是男扮女裝 而因為這樣一個特別的形象 令到羅大美十分受到粉絲的歡迎 直到目前為止 羅大美的抖音平台 已經擁有超過120萬粉絲 甚至有很多女粉絲 都會在他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見到羅大美一身女人的打扮 真是自愧不如 而看回羅大美的影片 幾乎都是他反串各種女裝的造型 當中量力的程度 可以說是比女人近女人 在反串走紅之後 羅大美馬上打跌趁熱 很快 網紅就成為了他的另一份工作 而他也走上了直播帶貨之路 羅大美開始直播帶貨的時候 所售賣的是美裝產品 他每天從中午一直播到三間半夜 一日如是 就好像是一個賺錢的機器人一樣 除了日常的直播賣貨 他為了不斷吸引粉絲數目 增加自己帳戶的流量 增加曝光率 羅大美幾乎每天都會發佈影片 去營運自己的帳號 雖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而且很多人對羅大美這種行為 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 甚至可以說已經達到厭惡的程度 只不過羅大美勝在夠勤力 他所累積的粉絲也越來越多 只要有一千個看過他影片的人 當中有一個喜歡他 這樣就已經足夠 令他可以立足於直播帶貨這個行業 所以羅大美發布短視頻三年以來 他的粉絲數目從零 一直上升到現在的120萬 他的每場直播都會有幾千人收看 當中有很多的粉絲都願意購買他直播帶貨當中的產品 而羅大美的個人簡介中也有專門標註說 自己從事美中行業多年 是沒有產品可以保證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 也沒有賣家會說自己的產品不好 全憑良心 由此可以看得出 他的確是一個誠實的賣家 而且在他的留言區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忠實粉絲 大家都十分相信羅大美這個人 並且表示願意重複購買他的產品 也因為這樣 羅大美在這三年來賺到不少錢 在羅大美實現財富自由之後 他也沒有忘記回饋社會 更加投身於各種善事 一位羅大美的好朋友介紹 羅大美為人十分友善 他賺到錢之後 開設美裝工作室 製作家人 幫助朋友 又熱衝於公益事業 根據事發之後 記者經理羅大美的社交帳號發現 由2021年的2月 有一位粉絲 當時抱著嘗嘗的心態 嘗嘗發信息給羅大美 當這位粉絲講述了自己的困難之後 開口向羅大美借錢 最後 羅大美聯絡這位粉絲的社交帳號 向對方轉賬五千元 羅大美為人大方 在他名成利袖之後 就借出了不少的錢 但後來借錢的人越來越多 羅大美也不堪其煩 幹脆索性把微信的名 改為羅大美私人號 借錢直接拉黑 而他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 令到身邊的人想問他借錢的時候 見到他微信的名字就不敢再借了 之後在2021年的7月 河南多處受到洪水侵襲 羅大美當時捐了大量的金錢和物資 去幫助受災的市民 在2023年的5月 他捐款一萬元人民幣 幫助一名懷有尿毒症的小朋友 捐款之後 羅大美發文稱 不理命運怎樣安排 我們仍然要堅持生活 但是一個人有善心 同時都會有虛榮心 當一個人瞬間從貧困變成暴富 就會很容易變得輕浮 容易覺得自己和普通人有了巨大的差距 於是就會開始 對其他人畫上等級的標籤 而羅大美當時 亦都被虛榮心蒙蔽了雙眼 他為了證明自己高人一等 羅大美被金錢所迷惑 開始陷入紙罪金迷的生活 當他從粉絲身上賺到盆滿盆滿之後 羅大美就直接顯露他張揚的性格特徵 而了解羅大美的觀眾都知道 他在商業演出和直播當中 都慢慢地擁有一直之地 同時都賺到不少錢 但是他就給人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他的言語行為 是配不上他的身份和財力的 可能這一種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步伐戶 大概在2020年的時候 有人在社交平台上 抱怨過羅大美的所作所為 指責他作為百萬級別的網紅 滿嘴污言諭語 一點都不符合他的形象 而羅大美的缺點又怎知道那麼少 當他賺到錢之後 他為自己買了一部保時捷的跑車 從此之後 他就一直用這部跑車去炫耀自己 經常都會在車內自拍 同時在他發布的相片當中可以看到 他經常都會佩戴著各種名貴的珠寶首飾 他這樣做應該是想讓人看到 他現在的有沒有實力 然而在羅大美享受車廁生活的時候 他就突然人間蒸發了 2023年7月5日 羅大美在抖音發布了一條影片之後 他的帳號就在毫無徵兆下停止了更新 按照羅大美原本的更新頻率來看 他一直以來都在保持著每日活躍的狀態 又怎會無緣無故突然消失呢? 一開始他的粉絲都以為他突然有事 所以就沒有特別留意他停止更新的事項 但根據知情人士所說 在今年的7月9日 羅大美發出最後一條朋友圈之後 就已經沒有在任何社交平台上見過他的蹤影了 直到8月28日 羅大美的親屬發言時有QK 於是馬上報警 在調查的時候 羅大美的親屬透露 今年7月 羅大美向家人表示 自己要出去避一避 他的家人說 羅大美當時說自己有事 叫我們不要發信息給他 我們就沒有再聯絡過他 之後羅大美也會主動發過信息給家人 但很有可能 那個時候的羅大美已經遇害了 而傳送信息的人 根本就不是他本人 最後警方透過CCTV發現 羅大美的保時接跑車 曾經出現在南陽市南趙縣的街道上 在透過當地公安的協助下 直至今年的9月初 當地警方在一個偏僻的地窖裏 發現了羅大美的遺體 而根據羅大美的律師透露 羅大美在遇害之前 應該是被嫌疑人綁架 因為他的銀行帳戶有200萬的提款紀錄 而這筆的款項 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要勒索的金額 他的親屬也公開表示 羅大美一直以來 都承擔住家裡的大部分支出 兇手既要謀財又要害命 實在是最無可恕 希望法律可以嚴懲兇手 並且歸還被勒索的款項 令到羅大美可以盡快入土為安 而面對羅大美的死因 雖然現在還沒有官方的結論 但是網絡的傳言已經曝天蓋地 根據南陽網民的爆料 擁有百萬粉絲級別的網紅羅大美 之所以會被人謀財害命 是因為他過度炎耀自己的財富 引起身邊人的注意 網友聲稱 恆空的嫌疑人是羅大美的三名小學同學 原本他們只是想問羅大美借一點錢 結果在拿到錢之後 又擔心對方報警 最終選擇撕票 而且根據本地網友的說法 他們的作案手法極度殘忍 犯案之後 就將羅大美拋棄在地窖裏面 除了這個版本之外 還有一部分的網友猜測 羅大美之所以會遇害 是因為他生前的張陽性格 令到身邊的人 對他起初妒忌之心 所以是他自己惹回來的禍 直到10月16日 抖音平台上突然出現了羅大美被撕票的熱手 如果繼續搜尋相關詞彙就會發現 羅大美被害的消息 最早從北月份就開始出現 只是一直沒有什麼人關注 直到現在 網絡上流傳羅大美被害的新聞 仍然有很多人不敢相信 一眾的粉絲去到羅大美的好友 魏小寶的微博下面留言 而魏小寶就在第二天的凌晨 發布了一段關於羅大美離世的影片 表示十分傷心和喘息 2023年10月18日晚 根據官方渠道獲釋 羅大美遇害的這件事屬實 三名嫌疑人已經全部被拘捕 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2023年10月20日 根據記者獲得的最新資料顯示 主犯是羅大美的朋友 7月初 嫌疑人挾持羅大美去南趙院 並且禁錮對方 嫌疑人原本的計劃 只是勒索羅大美十多萬 嫌疑三名犯人建立妄議 他們先從羅大美的銀行賬戶 轉了幾百萬 當羅大美的流動現金被捨擊一空之後 三名疑犯覺得羅大美仍然有利可圖 還想將他賣到緬甸 之後再賺一筆 由於案發的時候 中緬雙方整理為大力打擊跨境網絡電騙犯罪 於是嫌疑人擔心 將羅大美運送到緬甸的時候會被拘捕 最終他們的計劃落空 於是就將對方殺害 並且棄置於地窖之中 但現在這宗案件的事實到底是怎樣 相關的細節仍然有待警方進一步的調查 雖然羅大美的遇害本身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 但這時候有位網友站出來 公開了一些大家都不清楚的細節 這位網友說自己曾經看過羅大美的直播 當時他在直播間裡面看到羅大美在大罵觀眾 而且當中罵人所用的詞語特別難聽 據說羅大美當時的情緒為何會變得這麼激動的原因 就是當時他說了一句粗口 有觀眾提醒他要注意形象 不要說粗口 但沒想到這句善良的提醒 就直接拉住了羅大美 可能羅大美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已經不是普通人的層次 所以其他人沒有資格對自己指指點點 於是羅大美開始在直播間出現撥虎馬街的情緒 雜馬提升自己要注意形象的觀眾 當中惡讀的詞語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更不要說是由一個百萬粉絲級別的網紅說出來的說話 這樣看來羅大美和近日大主播李佳琦的事件有相同之處 因為當中的性質可以說是如出一切 李佳琦就因為賺到錢之後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於是看不起普通人 有人質疑他的產品貴 他就質問大家 那麼多年有沒有努力過 有沒有升職加薪 更加要自我反省一下自己的問題 而羅大美對比李佳琦 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宅案件當中 羅大美的原婦原本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所有的財富都由他自己努力打拼而得回來的 只不過在如今複雜的網絡時代 太過張揚可能會成為他人的眼中釘 而適當地表現自己 當然可以激勵他人追求更好的生活 也可以為自己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 然而過度的原婦 就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和妒忌 甚至可能會導致悲劇的發生 吳Sir認為一個人的價值 不單只會體現在財富物質上 更重要的是品德、才華和智慧 我們應該不斷自我提升 為自己、為家庭、又或者為社會 做出更大的貢獻 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真正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 贏得他人的尊重和認可 以及在這個複雜的社會 一定要帶眼識人、提出身邊的人 而因為人心的險惡 絕對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愚人不熟帶來的後果更是無法彌補 大家對這件案件有什麼想彌補 或想評論的? 歡迎在梁區裏告訴吳Sir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請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記得訂閱 當我吳Sir的頻道 吳Sir也新增了會員的制度 希望可以製作更多優質的影片 以及會員優先看和專家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熱烈支持 若然吳Sir最出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共鳴 請你動一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內容